这个灾难怎样避免呢 彻底 命运出的方法 那是民心戒心 入伏的境界 确实 这个灾难完全没有了 影响云散了 如果入不了佛的境界 就决定不能够避免 可是 入佛境界又谈何容易 最近 我们在一起学习的华语 底藏 无量圣经 全是佛境界 我能见到多少 能体会 多么大的一个层次 我都给诸位同修报告出来 希望我们 也能认真努力的学习 其如这个境界 佛告诉我们的话是真实话 所有一切的 所有一切的纷争 协知协见 一切不善的英国报应 总根源 都是由于痴迷 痴迷 就是大臣经上常讲的 无名 无名就是 对于 四十真相 完全不了解 不明白 随着自己 妄想 执着 在造作 这个叫造业 感到的古报 当然是不如意 这是一定的道理 我们今天 明白了一些 问题 问题是怎样要起如 自己才得到真实的受用 我们在经论当中看到 一切经典 字字句句 都是圆满的 都是圆满的法 这正是华言所讲的 一切一切 一切结一 一是什么 任何一句 任何一个字 任何一个字 都包括 世尊 39年所说的一切法 不仅是 不仅是 是家是尊的 实在讲 社风三世 一切祝福菩萨 无量界所设的法门 一字一句里头 通通通是圆满的 佛 这个佛法 不可思议 从这个地方 我们真正体会得了 然后仔细再一看 原来 近虚空变法界 四肆无悟 都不可思议 普贤菩萨一毛孔 能容纳 社方佛刹 我们也毛孔 能不能容 能容啊 他能容 我们也能容啊 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二世佛菩萨知道 我们迷惑 不知道 为什么能容呢 因为那是发心 一毛孔是发心 变现 无量佛刹 也是发心变现 发心没有大小啊 发心没有起灭 发心没有先后啊 所以 任何一法 都 必容一切法 这个叫 不思议法门啊 哪个法门是不思议法门 门门界是不思议法门 只是我们 我们见不到而已啊 切入这个境界 中国想想还有什么灾难 真正是一切灾难 化为尘了 没有了 你不歧入这个境界 这个灾难 怎么能避免得了呢 水修福 没有点 一定要悟啊 悟才能如啊 佛慈悲为我们开示 我们一定要侮辱 我们听开示 为什么不能侮辱 佛说了 我们有业障 我在出学佛的时候 张家大使教导 说佛师门中有求必应 我听了很欢喜 于是他就说了 有时候求也不会应的 我说那怎么回事 为什么有求必应呢 求不应呢 不是不应的 是你本身有业障 你把障碍除掉了 感应就先前了 原来是这么回事情 什么是业障 怎么个处罚呢 业障就是妄想分别之处 除的方法 就是忏悔 断卧修善 改过自新 这是消除业障的方法了 那么由此可知 念念为自己 这是业障 业障 天天在增长 如何消除业障 如何消除业障 念念为众生 不要再想自己 业障自然就没有了 所以明白人 所以明白人 觉悟的人 活在这个世间 为什么 为正法救助 为利益众生 就是这八个字 一切诸佛菩萨 是现在 舍法机 在六道 总立不开 这个原则 这两句话 包括尽了 我们今天 是不是 合在这个世间 一起 为正法救助 为利益众生 果然是的 你就是佛菩萨 再来的了 我们佛家常将 臣愿再来 如果还是为自己 为家庭 为我这个小团体 你决定是业力来的 你这个生命 是业报生 我们可以 把业报 转变成 业力 使业报生 转变为 业程运 再来生 怎么转发呢 念头一转 就转过来了 这个话 是有根据的 不是随便说 佛在 经上跟我们讲 一切法从心 享生 这个里面讲的 一切法 包括世间法 跟初世间法 也就是我们平常 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 一针法界跟十法界 都不例外 都是从心 享生 想什么 先生 而不是 而不是别人 想我们 受 不是 是自己 想 自己 受 我们要清清楚楚的 明了 一个人 一个人 有一个人的法界 这个道理 天派的 天洁的建 旺是虚旺的旺 同分间旺 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共业 共业是不是 真的是 共同的呢 不是的 我这个业 你也有这个业 我们两个人 这个业报 很相似 这叫共业 比如我们这里 有三盏灯 每一盏灯 都打开了 光都放出来了 光光 护荣 这个就是 共业 所以是共 实际上还是不共 每一盏灯的光 跟另外的光 绝不混杂 你这一盏灯熄掉了 你这个光 也熄掉了 没有干扰别人 别人也不会干扰你 那个共是这个意思 所以共业 还是属于自己的 与别人 还是不相干的 别人如果能够 真正干涉我们 那佛菩萨大慈大悲 要解除我们一切的困惑 何必要自己修行 他要不帮助我们 他慈悲何在 别业 你自己受 共业 还是自己受 真的 与任何一个人 毫无关联 这是跟你说真话了 我们世间人 不晓得这个道理 以为受了别人的干扰 怨天诱人 对于这个里头 似是真相 因果关系 搞不清楚 迷惑电脑 前天讲经 我叫大家观树 你会开智慧 把树 比作 虚空发迹 我们一个人 比喻树上一片树叶 我们的一个族群 比喻树上一个小枝 这个小枝有几片叶 十几二十片叶 这个小的族群 再观察到大枝 大枝是个大的族群 观察到树干 树干又是一个大的族群 观察到根本才知道 竟虚空变化界所有的族群 无论是大族群 或者是小族群 本是同根深 是一体 你观树会开智慧 观人物 观物都会开智慧 观一个人 观自己比较困难 看别人容易 你看这个头 每一根头发 每一个毛孔 每一个部位 各个不相同 就好比是个个体 集合全部的个体 是个完美的一个整体 完美的整体 就是发心 佛家讲的发身 你正得清净发身 所以佛经里面参加 什么是发身 众生就是发身 什么叫众生 众人活活而生起的现象 就是发身 这个意思就是包括了金虚空变化界 所以看到众生 不要想到众生是很多很多人 那你的范围太小 众人活活而生起的现象 动物众人活活而生 植物也是众人活活而生 矿物还是众人活活而生的 乃至于整个自然现象 无疑不是众人活活而生 这是什么 为心所先 心是能心 众生是所先 能所是一 不是二 所以 静虚空变化界 就是自己的清净发身 你能够真的明白了 正得了 肯定了 现在这个身呢 就变了 不叫夜报身 叫什么身呢 圆满报身 报身是智慧身的 这是智身的 自受用的是智慧的报身的 他受用 帮助一切众生 利益一切众生 他受用 是硬化身的 三身 就是一身 不必要到西方 极乐世界 到他方世界 才做福 才有三身的 现在念头一转 现在念头一转 三身就先前 一点都不加了 你有没有这个认知 你知不知道虚空 伐界一切众生是自己 换一句话说 你知不知道 你身体里 每一个细胞是自己 就这么回事 这个认知 能解决一切问题 从根本解决 所以不读经怎么行 不听经怎么行 我学了四十多年 天天读 天天讲 天天学 才明白这个事情 才在这个经卷里面 字字句句 看到这个境界 你们为什么没看到 你们的障碍没拉掉 你们把障碍拉掉了 当然你就见到了 你见到之后 你才真正了解 字字句句 含五亮一眼 无敬意 不但经文如此 释出世间 一切法 任何一法 都是无量意 都是无敬意 而后你们帮助一切众生 为大家说法 自然就变财无碍 是你亲见的 这亲见就是亲政 消灾 灭难 这是彻底解决的方法 如其不能 那就老师念佛 求生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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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